今天是迷你小河马的两周岁生日 于是我决定给它们一起泡个澡 这些孩子是它们的后代 每天都能出去给我捡回来点瓶子和用品 迷你小河马从小到大都是非常聪明非常乖 但是这种性格在外面总是被其他动物欺负 幸亏你们没有毛要不给你们洗澡就得累死我 经过了30秒的泡澡之后 迷你小河马们也非常开心 今天就是这头小河马国生日 让我们一起来祝福它吧 虽然没有像样的蛋糕 但是给你们准备了最爱吃的草莓 看它们吃得特别开心 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下期预告